总教练托瑞难得的掉下了感性的泪水还一度哽咽 王建宁的队友庆祝他拿下这关键系的一胜 更是劲爆着他又轻又脚 媒体记者无一幸免 全部被喷的满身都是香槟 要进更音室的媒体事先就把摄影机包得好好的 球员们互相喷洒 平时严肃的教练也难逃一劫 我们也捕捉到总教练感性的一面 你会让我哭 今年阳机的投手菜鸟们更是全部聚集在一起 兴奋的互相庆祝 人员非常好的张伯伦和其他球员玩得最嗨 还跑来抱着王建宁轻格不停 我爱你 瘟哥 很可爱 他全年都很特别 能够跟他和其他球员玩得很棒 王建宁的偶像克兰门斯也紧紧的给阿民一个大拥抱 以行动来道合王建宁 阳机从原本落后的局面到现在晋级季后赛 王建宁的确是功不可没的功臣之一 东森新闻李瑞加唐伟杰坦帕湾报道 简直是开心到不行了 在阳机队今天晚上的庆功宴 很多阳机队的队友都瞅着阿民的头上 倒香槟了 大家全身都湿漉漉的很开心 如果阿民也是特别对着信头 感谢所有的台湾球迷 这一年来对他的支持 就感谢台湾的球迷今天来一个支持 对啊就我们今天打进季后赛也是他们最大的支持 你觉得今天最大的成就是滑球的口感比较好 对啊 每年都学了蛮多东西的 就像今年控球都不太稳 对啊就还是想办法要把他的嘴角掉 记者呢刚刚从这个阳机的更衣室走出来 现场里面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最疯了 就是我们走进去呢 这个整个场地呢就是酒气冲天 我们进去感觉人都快要醉倒了 那么呢今天王建宁呢也是非常的热情 跟着队友就是非常多的互动 然后呢最结束这个访问之后呢 王建宁也整个开香槟来喷整个记者 感觉好像在报复我们平常问的问题问他太久了 就非常高兴今年都能打进季后赛了 对啊就大家一起如意那么多 到最后能打阿弗回来 真的是蛮高兴的 你当初我们想到你还是可以拿到新闻 当初没有想到 杨基确定进入季后赛 球员们一个一个的跟王建宁拍手庆贺 这场对上魔鬼鱼队的比赛当中 阿明投出高达六次的三振 让人不禁猜想未来阿明是否会多增加三振的球路 就是在第一天来这边开会的时候 就有一些那种report 就是跟你讲说打者有一些打不好的地方在哪 对啊就比较容易三振的地方在哪 王建宁表示今年是进大联盟收获最多的一年 这个球季的收获非常的多 从阿明跟其他球员的互动中 也可以看出他越来越适应大联盟的生活了 东森新闻李瑞珈唐伟杰谈判湾报道